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样理解的嘛 我们说人本身是有业力的 有业力的话他必然做很多事情都是被业力所驱动的 那如果是这样去说肯定会导致到有一个叫书名论 那如果真的都是说肯定论那人还有自由意志吗 那如果人真的有自由意志的话 那怎么样来去证明他本身是有自由意志 因为这个也不好证明 先生对业力的看法呢 首先是他是怎么影响到我们这一世 你的了解这一点 假如说我们生生事事是有业力的 那么这个业力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现在的 过去生包括我们小时候做的事 包括过去做的昨天做的 怎么影响今天的是吧 他有一个手就是说那是阴嘛 业力假如是阴 叫它种子叫它阴也行 假如说生生事事这个业力 一种什么方式一种信息的方式 也把波的形式也把光的形式也把是能量的形式也把 它要存在在宇宙之中是吧 那要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做人 假如你今天是人道嘛 那你影响到你今天的人生了 那是怎么影响的 它是怎么熟的这个因果 这个果它叫这个因 这个果也熟了它的影响嘛 那它是怎么熟的 与你的认知角度有关 就是说你每天你的见闻觉知 对这个见闻觉知的认知角度 决定了那个组织熟不熟 就是说所以你就知道 你的果报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它 如果你的认知角度彻底改变了 它就不影响 这个业力就不起作用 所以一个人呢 如果他的很简单的说 你问你的认知角度 所以为什么学习佛法 要从佛的角度来认知问题呢 而不是从人力的角度 那第一是人力的角度 就是我们共同的人力的角度 认知这个是银色的 但是每个人喜欢不喜欢又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这个颜色 有的人不喜欢 这是你个人的认知角度 它美不美是你的 共同的认知是这样是个圆的 它美不美 银色的圆形的茶杯 但是它美或者不美是你的认知角度 这就是你有两个认知角度 一个是共同的认知角度 还有一个是个人的认知角度 是吧 对这个东西 一个共业的 那么我们就承受 共同的认知角度 带来的共业 山川河流 宇宙 太阳系银河 这都是共业 这个认知角度 就影响你活在人力的时空里 个人的喜欢不喜欢认知角度 决定了你在这个共同的时空里 你开心不开心 舒服不舒服等等 一个是你个业 一个是共业 是两个认知角度 让它成熟的 嗯 其实在本质上 我们是无学无学的 佛说到最后时间空间都是虚妄的 龙回啊 夜灵因果 其实都是个假象 都是相对你的妄想产生的 所以你的认知角度需要停下来 比如说这是银色的 这是人力的共同认知 这个认知角度对不对呢 在人道它是对的 但在其他维度它是错的 所以在人道银色的是真理 在其他维度它就不是 所以它就 每一道有每一道的道 但它不是真理 就是说银色 这个杯子是银色的 这个颜色 它不是真理 如果是真理 只有一个在每一道都普遍存在 但是如果这个银色 这个颜色是一个 只在人道存在的事实 它是个银色的 因为其他道就是不认为它银色 或者是 一只畜生到蜜蜂过来 它因为它的反光 这个颜色 它的色谱是不一样的 那么说明这个 茶杯是银色这件事 它是个假象 它只有人力才是这样 它是不存在的 在其他道就已经不存在 它就不是真理嘛 真理是普遍存在的嘛 它不会变的 但是 如果你不是真理的 它就在生命法里边 它是个假象 所以尽量就假名为银色 所以杯子之所以称名为杯子 假名为银色 是吧 假名为杯子 所以一切是假名 是因为它在 某一个特定的时空 它是对的 就是你有共业 你共同的认知 所以 我们现在人力 我们都是人 那么我们共同认知是银色的 大家都认可 但是你跟一个只秘密封说 它就不认可 它就彩色 是吧 你就要开始争论 所以你只能跟秘密封说 我们人力是假名为 这个是银色的 不是彩色的 所以这个人道有人道的道 但不是说的真理 是吧 所以你在活在假乡 是吧 所以你的认知角度改变了 你以什么样的认知角度 属于你在 站在真理的角度说话呢 佛的认知角度 站在佛的认知角度 突破人力的二约对立的认知系统 突破对立 二约 你是一个二约对 人力是三维吗 有一个二约对立的 就像电脑一样 二约对立的认知系统 通过什么 通过修禅定 定台 通过一个定的状态 来突破这个二约对立系统 带给你的影响 因为你有本能 一睁眼你就说银色的 你都不经过思考 因为本能反应 是吧 好 突破这个 这是个二约对立的善恶 够近 美丑上下左右 空有 这都是一个二约对立的认知系统 带给你的局限性 你要想突破三维 突破这个维动 你必须通过一个定台来突破 所以界定会是佛的三学 有定台 定得着 所以通过定态 如如不动 保持绝 没有能绝个所绝的东西 而达到一个突破二约对立的系统 佛学它不是让你不分别善恶的 我一说突破二约对立系统 你就说 哎呀我不分别善恶了 这个人 它不是 它是要打破你这个 本能的这种二约对立系统 它是打破头脑的这种思辨方式的 它不是让你不分别善恶 但是这个打破 不是你在意识层面每天说这个是空的 那个是有的 又能打破 是如如不动来打破 绝而不动 以不动以定来打破 一旦你打破 就突破人力的维度了 你就可以突然从人道出发 就站在真理的角度去看三界六道 抽离出来 从时空里面撬出来了 然后你才能看到 时空的假象 就是宇宙的假象 看到所有的生灭法都是一个假的 因为你所有现在不自在就是活在生灭里 我们不要要健康不要病 我们要这个不要那个都市二约对立的嘛 我们要这个不要呢 我们想留住长寿不死嘛 不生灭嘛 你想出轮回 所以你只能站在真理的角度 然后再看起所有的生灭法都是幻境 那么你就不会被它迷失了 知道吧 不会被所有的生灭的法迷失 你就会回到真理了嘛 生灭的 所有的六根六串六丝全是生灭法 六根六串六丝 十八戒都是生灭法 宇宙万法都是生灭法 只要你认为的 人力认知的很少 很有局限性 就算你那些局限性足够你修行了 是吧 你就认识那些东西足够你借假修真了 如果相对于你来说 因为你就是个六根 相对于一个六成 然后产生一个认知六十嘛 十八戒你说它在夜里的范畴 生生灭灭在夜里范畴 通过六根的勘解 六根的打开 你要入手处 下手修正的地方 一定出六根开始 你不能说六成也是我 六十也是我 但是你从那个六十上 从那个香蕉上修 你修不成 不要放下宇宙的万法开始修 先放下自己开始 不要在城上折腾 不要在城上折腾 在城上折腾 先破我之 再破法治 先修自己 先从自己这儿放 先从自己这儿解脱 其实最重要的是解脱 修订最重要的解脱的一点 是二元对立的认知系统 破这个系统 知道吧 你就突破人力的之间了 突破三维了 你就会突破三维以后 你抽离出来了 你才去出人道的时空 你抽离出来 你才能够不着想 你才动静二笑不生啊 了然不生啊 这些诸相不生 诸相不生 你才能破本能 本能的痛啊 本能的难受啊 本能的不舒服 这些才能破掉 在佛学里面 把这个过程也叫 六根圆通啊 修圆通根啊 这个也叫 就是突破局限性 突破维度 这个只需要定就行了 不需要你学很多的社会技能 不需要你考大学 不需要你考博士 只需要你学会定态 所以佛修正蛮简单 当你处在这个状态 你再去考虑说 有没有自由意志 人类说怎么样解决这个 如果你的认知角度改变了 你的命运完全改变了 你可以活成一切 何止你活成你的命运 你可以活成一切法 离一切消极一切法 你可以活成大山 山穿河流 活成天地万物 这就是佛如来啊 我们的本性啊 叫离一切法 就是破一切消极一切法 你就是一切 一切都是你 这就是如来本性 我们回到本来样子里 不管你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回到本来样子 那你这一生的命运 你看你生下来 有父亲母学 从你的 因为父亲就是父亲的执着 母亲的执着 再加你一个执着嘛 你的身上全新信息都在这儿的 就算没生存 拿你的生存八字 你生存八字代表什么 代表天数 因为我们坐在这儿 我们以为你只受自己认知意义上 还有受星球的影响 太阳 月料太阳系啊 所以山穿河流 水墨甚至这个桌子也在影响 只是你没察觉到而已 你察觉的只是头脑的那些乱想妄想 所以这些东西 风水地利 这些东西都在影响你的时候 如果有个能够动车力很好的 别说是他在学一经八卦推理 动车力很好都会能够说出 你现在 你下部会怎么 有个什么规律来 一个高处的一个瀑布 肯定是往低处流的 这个我不说你也知道 这个规律你是知道 为什么高处往低处流 你可能解释不了地球有力啊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还不知道他往低处流啊 是吧 他已经从这儿流下来了 你还不知道他下部在这儿 这就是规律啊 是啊 你大概的规律知道 是吧 但是中间他有个抽水机 直接把它抽到那边你就不知道 是吧 这就是转变 如果你认知转变了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是吧 嗯 嗯 能不能进一步来去 求证一个就是 宿命论这个 其实不完全是正确的 宿命论这就是 在佛学里面是不正确的 嗯 在其他 其他科学之间里面也许是正确的 啊 因为因为不同的角度嘛 站在不同的角度嘛 站在不同的角度 没有绝对的什么 因为语言是无法表达真理的 语言本身就是有缺失的 所以很多系统 他可能说 只在某一个时空 因为你研究什么 你出不了人道的时空你知道吗 你要是研究一个东西的话 你出不了人力的时空的话 那只能说在人道的时空里 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性 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它是对的 比如说这是银色的 它是对的对人力啊 它不是个错的 大家公认的嘛 是吧 公认这样没这样 公认这个是银色的嘛 是吧 都对啊 大家看上去都叫啊 几个名字都叫银色 但这个名字随起的无所谓啊 是吧 就是 它是有规律的 但是一出这个特定的时空 你就不对 你所有的东西都错啊 都是错的 所以佛法说 我说完四十九年 没说一个字啊 我只是为了破你的执着说 我是饮病与药啊 你病好了药也可以扔了 是吧 没有什么东西说 绝对的说 你本 成佛这就是 这件事就是本来就是嘛 就是你现在无名了嘛 执着了嘛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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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